大家好 我带花的基本的画法教给大家以后 我们画一个小品 我现在还是调了白粉 调到笔根处 然后笔头来点腌制 我先画两朵花 先画一朵 用笔度画画 用笔度用笔尾 用笔度用笔尾 我们都要去用它 不能光用一个 让它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变化 往这走 一直往这走 这边我去把笔弄起来 用笔度 扫一下 这是离我近的话 所以我要这样去扫它 这样去扫它 这个时候也可以用笔头 再往这边画 往这边画的时候 我们在笔度上再沾点 笔根处再沾点白粉 然后呢 笔头再来点这个 腌制 鼠红 腌制鼠红 腌制鼠红 我们开始切花瓣 把花瓣切一下 切 这边小一点 不要切得太规矩 往外开 往外开 这边再小一点 再来点 再来点 再切 就你心里得清楚 哪个是它的明暗交际线 这个要清楚 这个一定要清楚 不要把这个不断花画得特别丝满 然后我们继续用这个腌制 继续用腌制 把这个明暗交际线给它 给它稍微区别 明暗交际 看我们在哪儿 给它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明暗交际 把明暗交际给稍微 清楚一点 对 很厉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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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这块 再给它修一修 比根厨再来点白粉 比尖上再来点胭脂 这个再往外一点 再往外一点 开的差不多 我们就要修修它 修什么呢 修这块 把这块修一下 然后我们再画 这个先画到这 我们那个胭脂可以稍微再给它 给它稍微 再给它稍微 把这个芯再给它弄一下 腌制 加重一下 腌制再给它加重一下 有些部位还可以 再给它 再修